当迷茫的时候 去远方 见天地 见众生 见 自己吧 你是否也曾感到迷茫呢 我想 大多数人也都有过无数次 陷入迷茫的时候吧 刚毕业 刚入行 很多想法 也经常碰壁 难免 会开始怀疑自己 对人生 感到迷茫 而每当我感到迷茫 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就去旅行吧 这次选择到泰国 一个距离曼谷一小时 车声员的阿鱼泰亚 为什么选这里 因为曼谷 灯红酒绿 夜夜声歌 那些短暂的欢愉 虚幻得让你更加迷失 仿佛 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这里相对陌生 游客也比较少 却有着非常大的历史意义 这里 曾经是泰国的首都 经历了约400多年的辉煌 看着眼前断瓦残垣 残缺不全的佛像 能想象到这里 若是没经历战争 会有多么宏伟 多么壮观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句话浮现在我脑海 所得所不得 皆不如心安理的 愿我们一生欢喜 不畏世俗所及 来者要喜 弃者要放 我们乐于相遇 也要习惯别离 对吧 其实吧 面对迷茫时 倘若能直面内心深处 总会找到最终答案的 不是吗 道理 我们都懂 只是少了去面对的勇气 这段旅程 遇到的风景很美 但带不走 碰到的人很好 可都留不住 那就都好好记录下来吧 记录下这整个旅程的 就是我手上这部Sony RX100M7 一个适合拍Vlog的相机 和我分享你下个旅行的目的地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